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河北老师 那我们通诗今年讲座 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 理工科系的交通大学 能够有更多的人文的熏陶 跟艺术的涵养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的安排里头 会尽量的希望能够 包含了更多的包括视觉艺术 表演艺术 还有也融合了传统跟现代 那透过不同的多元的艺术形式 能够让同学更增加一些 文化的刺激 那除了人文艺术之外 就是当然也有很少部分的 社会科学或者是 自然科学相关的课程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补足我们 交大人的不足了 在人文领域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丰富大家 的一些文化的刺激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大家听了诗人李明勇 跟画家高永昌老师的对话 那他们透过诗跟画的一些探讨 来分享他们自己的创作理念 那大家也看到了高永昌老师 他从数字 他自己的人生体会 跟他从数字的逻辑里头 找到了这个三的趣味 那在他的绘画的创作里头 他运用三的元素 去做了美学的构图 还有他的一些绘画创作的一些技巧 那很多的同学可能会 会觉得说 才第一堂课就马上看到抽象画 会觉得有点恐惧感 尤其近了画廊 看到说这些我完全看不懂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第二堂课 我们特别郑重的 我们从新加坡邀请到 一位重量级的艺术家 那这个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教育部 他邀请了我们今天的讲者 萧玄明老师到台湾来做这个示范 就是一个绘画的示范 那我在去年我就知道了 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所以特别就邀请萧老师说 是不是也能够到我们江峰大学 来跟同学们分享 那我要介绍一下萧玄明老师 那萧老师他是华裔 新加坡籍的艺术家 来我们先给萧老师一个掌声 他从新加坡来到台湾 那他并没有非常显赫的学历 那他的这个绘画创作 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的兴趣 还有几乎完全是靠着他自己的自学 那自己在绘画领域里头去摸索 从技巧还有他对美的感受 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绘画的风格 那在1980年的时候 也因为当时的我们艺术家杂志的前发行人 何公尚先生到新加坡去 那认识了这个萧玄明老师 才发现说哇这么棒的艺术家 那希望有机会把他引进到台湾来 所以从1980年到1995年 这15年的当中 萧老师跟台湾结了不解之缘 那那段期间他有比较长的时间在台湾居住 也看到了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那接触到很多台湾的人民 包括台湾的企业家 台湾的政要 台湾的市井小民 还有喜好艺术的一些朋友们 那他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那也为台湾的很多的朋友画了肖像画 在我们现场 因为今天老师等一下的演讲都没有他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说那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老师的作品 那我特别准备了一幅我自己的收藏 还有我们交大的收藏两幅老师的这个画作 一幅是这个风景的画作 一幅是人物的肖像 那人物的肖像也是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品之一 那就是在1980年到1995年 那15年当中 萧老师在台湾从南到北 就为大概有一千多位的朋友画了人物的肖像 那这本肖像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萧老师离开台湾很长一段时间 结果他回到台湾又感受到这些朋友们的热情 那也在过去他为他们画过肖像的这些人 可能小女孩然后变成婷婷玉丽的少妇 然后大家就回想起过去的那段很美好的时光 所以在去年特别为萧老师在台湾北中南 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巡回展 然后大家把自己过去由萧老师所画的那个肖像 全部都拿出来就办了一次的展览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机缘 所以我特别邀请萧老师说 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些作品很可惜 还没有在交大这边展出 当时是在新竹市的美术馆展出 不过我说我们希望能够今天邀请萧老师来 跟同学们一起分享 那我特别还跟萧老师打预防针 我说萧老师这个教育部邀请你来 是到专业的这个美术教育的学校去做示范 但是我们交大不是以艺术创作为主 我说我们是比较以理工科系为主 是要培养全方位的这个科技人 那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人文的启发 所以老师说这个图像的思考 跟形象的思考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希望透过今天的演讲 能够用画来说画 老师说他自己其实他个性很木讷 可是他透过这个图像 透过绘画 他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 他自己创作的一些心得 跟来启发大家如何去欣赏画作 那等一下老师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他希望能够跟同学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就是同学们也不用害怕 就是我们可以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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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台上跟台下的互动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老师的分享 让大家可以进入绘画的世界 至少我们知道未来 我怎么去欣赏一幅画作 还有我们不要错过了 每次好的这个艺术的盛宴 那现在我们就先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萧学民萧老师 今天为大家的演讲 框架绘画理论 如何留住精彩 不好意思 我不是属于很会讲话的人 我现在老了也好像目中无人 我也不在乎了 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我曾经准备了很多开场摆 但是都觉得不好 我在旅店常常没事干就看电视 那么常常有很多电影 那我都没有办法说从头看到尾 往往只看一段 那么不过我渐渐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说喜欢看一小段的电影就好了 除非那段电影太精彩了 就没办法就看得完这样 那么因为所有的电影都是被人家设定的 就是说从头到尾 它是如果你从头到尾 就是给导演完全控制的 那我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不想给导演控制 我只要看那一段 然后我去设想他的故事 前提是怎么样 那结局是怎么样 可能是跟原来的不一样 但是我不在乎 那么我讲这个东西 是跟绘画有 是跟一幅画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其实要讲起来 世界上任何的一切都是已经被设定了 我们只是跟着那个游戏规则在走 那我是自学画画 那我也是就是按照一般人的规矩 就这样看着东西画 写生 然后等等就画出一幅画来 那么有人拍掌 甚至有人跟我买画 我就高兴的没命了 就是这样 有一回 我正在状况 有我的太太的一个朋友的女儿 他们也刚好到我家来 有个小女孩 久岁这样 在看我状况 就画在状况 她看了蛮久了 然后就问我 她说 叔叔 画为什么要状况啊 我告诉她 状况好看吗 她说 不状况也没问题啊 也好看啊 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回答她 后来就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采用别人的说法 状况就好像等于穿衣服嘛 你看你今天穿的衣服 不是很好看吗 我这样回答她 可是这个小妹妹 非常的精灵 她马上回应我 你墙上那些不是画了没有穿衣服的姐姐啊 这个太尴尬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这个刺激太深了 我当时也没有办法了 好像是她妈妈去打赢圆肠还是怎么样 总之 这个事情过了一个好像十多年 但是这个印象太深刻 那很偶然 在一个书店里面 看到了一本书 是叫做 就是意大利那个火山被埋没了 这个庞贝遗迹 所挖掘出来的那些壁画 我在翻看的时候 诶 我突然间发现 那个小女孩的这个问题 我得到了解决 我太高兴了 马上把那本书买下来 那么买下来之后 他就说他 给我得到太多的启发 从那本书然后一直追溯到什么我们人类原始的那个洞穴绘画这些 这个是后画的 我是从这个旁背的这个壁画开始说起 我必须要看画我才有办法讲画 因为我刚才讲我不是 我的就是说组织能力不太好 刚才讲这个 这个就是我买的那本书 就是旁背的这个 他的壁画 那么这里面我们 我就看了这个东西 我突然间感悟到 我原来 古人 就是这个是一千多年前的东西 一千多一千 不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 画是 他的画 是要从头讲到尾的 就是说要把 所有的东西要讲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这幅 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房间里面 四面墙壁全部画满的 就是这个他们的希腊神话故事 我坦白讲我不知道他画什么东西 但是我知道他是画神话故事 但是这个 你可以从这里面 可以看到他利用 他很巧妙的利用一个 一个格子 就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 一个好像门啊什么东西 这样隔开把一个故事一个故事 但是完全连接起来 这个也同时是那个 蓬佩尔挖出来的 他这个是一个私人的房间 那这个私人的房间呢 就是说那个主人 他是想要他睡在那个花园里面 他把他把整个花园都都画进去了 这个只是我我因为很多资料 但是我只能够立举一二了 他其中还有是说这个花园某部分是谁谁谁谁谁的这样 我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绘画它不是 它原来以前就是要 从头讲到尾的 不可以说你只断章起义 不可以 那么从这里开始就开始断章起义 那么因为你那个墙壁到底还是有限嘛 你一个故事这么垄长 你不可能把它全部画满了 把故事全部全部全部画在里头 那么这个也是在旁边那个 那个废西里面挖出来的 那从这里你就可以开始看到 他就开始一张一张 就是说把那个故事里面最精彩的一段 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来 然后加上一些装饰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那个故事是什么了 他不需要说到很清楚 那么刚才讲的是西方的 现在我们讲我们中国的 中国我刚才讲这个绘画 其实绘画就全世界都一样的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 那我们中国也是一样 这个是好像是近代还是北宋之前 是叫什么韩西仔夜宴图 那么他这幅画里面你看 这一个同样一个人出现在一张画里面 出现了四次 他就是连环的讲一个故事 讲这个人在整个宴会中从头到尾 他到最后怎么送课 开始的时候怎么迎课 然后中间又自己唱一段 又打鼓等等这样 还有这个就是很出名的清明上河图 那么这幅画很长 那么这只是一小段 这一小段里面就画了将近上百人 我立即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说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话 都是要把话讲得清清楚楚的 从一讲到十甚至讲到一百 那么 这个清明上河图 大家应该有印象 那么这个是比较最新出土的 这个更早了 那么 最先出土的也是一样 就是在 这个是一个残祸的 那个也许是门 也许是什么东西 那么他也是把故事 从一讲到十 然后因为画得不像 他就要写上那个人的名字这样 玛雅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画什么 很抱歉 我只能够立即一下 这个 这幅画 也是在那个古罗马 那个旁贝那边挖出来的 这幅画是根据古希腊 也就是说这个古罗马 这个罗马 之前三百多年前 的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 这幅画大概是两米成七米左右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他是画那个 亚历山大大帝 跟那个什么大刘士 就是那个伊朗的那个王帝 早期的波士王帝 那开战最后 这个 这个什么亚历山大把他打败了 那么这个场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当然是一幅画 也就是说 单单一幅画 来表达一个故事 也不只是在这个 古罗马 甚至古希腊都已经有了 那么 你看啊 这里面 这么一大的一幅画 你数一数 大概只有三十个人左右 可能不到啦 我数过好像是 二十来个而已 后来现在就开始 就是说 刚才我要接着讲 就是说 他到了文艺复兴 绘画就开始改变了 那么刚才你看一幅这么大的画 只画了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要表达这么一个盛大的场面 而这幅画 而这幅画呢 也是同样要表达同样的一个故事 同样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阿里山大大帝跟那个 波斯的那个王帝对决的那一战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 这幅画只有四尺 好像四尺多啦 成不动三尺多 那么它里面 你看那个场面跟那个场面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面 就是这个是 这个已经不如 近代绘画了 就是用一个单张的技术 来讲一个故事 那么它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战争场面 非常的残酷 里面我没有数过啦 但是我估计大概三四百人是有的啦 你看三四百人堆在一个 就是三四尺 这样的一个画面里面 这里面要求的技术 就跟以前那样排列 这样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就要牵涉到 透视 还有其他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 就是说框架绘画的诞生 跟它的要求 这个透视 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还有光案啊等等 我顺便还要讲一下 我们中国人在北宋的时候 在画里面提了几个字 然后就 没有把画 不必把画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就把意思讲出来 这个这张画也有 也就是西方人也懂得这一套 它同样就是上面 大概我对不起了 因为我外温不行 大概也是讲阿里山大大地的 那一意 可能还加上一点诗词之类 这一幅 这幅的尺寸蛮大的 我是亲眼看过 但是我忘了啦 应该是也是有好几米 乘以大概三米以上 那这里面我大概有数过 大概超过一百多个人 这个大概是讲耶稣最后 好像不是最后的晚餐 不懂是什么餐 总之是 就是跟宗教有关的啦 那么有 前后有一百多个人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 它这个的技术啊 就是这个从单副开始 它就发展成这样 就是说可以一个小的空间 它可以容纳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 我今天所讲的主题 所谓框架绘画 框架绘画刚才讲 它的城 它的 它之所以会 有这样的诞生 原因就是刚才讲 它那个场地有限 那么花这样大的精力 但是把故事讲的 也不能够讲完 实际上也讲不完 那么这种 古代这种 这种就是说表达方式 到今天 在很多教堂里面都还有 好像那个米开兰奇罗画的 那个最后 不是最后 那个叫什么创世纪啊 什么最后的审判啊 都是属于这一类 就是要把事情 讲得清清楚楚啦 那么到了这个世代 就是说框架绘画 它就不是这样 就是今天我们的绘画的状况 就是这样 就是用一幅画 一幅画 一幅画来讲清楚 事情 那么讲清楚事情 那么它这里头 就要讲很多问题 就是说你 首先是容纳量 这个容纳量 就刚才讲了 你很 像以前这样 整个屋子 你都没有办法 把话讲清楚 那么现在一幅画 要讲这么多 就要加进一些新的内容 这新的内容 就是透视 比例 这些就是新的内容 这是框架绘画 之后才发明的 之前没有的 不是没有 就是没有 很详细的应用 在这方面 那么 这个也是文艺复兴之后的 那这里头是 它的透视的应用 就是比较含蓄一点 就是它利用后面的镜子 来显示前面 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 这个莫娜丽莎 这个人是 对框架绘画里面 可以说是贡献 不能够说最大 至少也是 最大之一 它的了不起 很多人常常讲 我还看不出 它有什么了不起 很多人在它的花钱 它的了不起在哪里 它就是创造一种 虚的方式 就是那个边边的地方 它稍微蒙过去 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说比较 看起来比较深眼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 就是说理解了 那个色彩里面 也可以产生空间的 你看它的眼景 它就是用那个蓝色 用比较浅的颜色 就造成会远去 这就是文艺复兴之后 才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框架绘画 真正产生了的时候 这个创造出来 今天我们所有的游戏规则 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的 刚才讲 一个意大利的建筑师 抱歉我的名字 我记性不太好 好像是背什么泥 还什么东西 他讲过了一句话 他说 看一幅画 就等于从窗那边 看一个景 所以我这里所说的框架绘画 跟书上所讲的 架上绘画是两件事 架上绘画的意思 是有点贬义的 架上绘画就是说 你画在画架上 画了人家就拿走了 也就是目的是要卖钱的意思 以前是画在墙壁上面的 那么今天是画在架上 那是有贬义的意思 我在这里讲的框架绘画 是一个理念 跟那个 一个形容是不一样的 我要这边特别著名 那么我立举这幅画 你可以看前面那颗 那颗花 它画在我们前面 那画在我们前面 它并没有把整个花 画出来 而我们知道说 它这幅画就 这个花就在我们的 就在我们的前面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幅画是一个窗 那么我们是在它的 这个花的前面 它这样的情形 就造成一个什么状况呢 它就造成一种延伸 世界上一种延伸 那种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就是刚才讲那个 贝里尼就是那个 大建筑书讲的 就是说你从窗外面 看出去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种 视觉的经验 就是你通过窗外 如果窗外上面 有一棵 有几棵树枝 我们知道窗的后面 有个大树 前面有一个桥 虽然没有画出水 我们也知道桥下有水 这个是视觉经验 就造成一种 就是说画面上它延伸了 然后这个是以前 那种画在墙壁上没有的 这个是框架辉花 这个很重要 如果画家不懂得利用这个 这个东西 那个是损失很大 这个我也是立即 这个就是说画面延伸的原理 这幅画是一个 19世纪一个英国画家画的 这个人 他是没有受过 正统的绘画训练的 他是自学成功的 他曾经请教 他曾经想要跟两个 很出名的画家学 可是那个时代 那个画家也照顾不了他 他那时候很年轻 他就自己 决定自己做画家了 他是一个贵族的女儿 他有钱 他就趁着那时候 那时候还是风凡时代 他就到他们英国殖民地时代 到处乱跑乱画 这幅画是很小 我看过很小 但是你感觉到 他的画面很大 他画就在你的前面 后面还有景 就产生那个非常深眼 跟有一种压力感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那个画面延伸的原理 他并没有把整个花全部画出来 这个也我也是立即这个东西也是说明 就是说画面它有延伸的原理 右边你看他画了那些羊 他们很多没有画完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画面里面右边很多羊 这个就是画面原理 这个做一个画家 很多人会认为说 一个框 其实就是把那个画面框起来 就是把视觉集中在一点 这是没有错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要注意到画面还有延伸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延伸 这个你的画 就没有张力 就显得好像没有什么精神 很孤立 这个很重要 我特别立即 这个是跟框架 他的绘画的原理是有关的 这个我也是要立即 也是一样的原理 你看左边他那些人 他画画都很多没画完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左边那边很多人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画家 鲁宾斯画的 这个是他晚年的时候画的 这个我也发现到 鲁宾斯也是后来才注意到 这个画面延伸了原理的 他后来几乎大部分的画 都很注重这个东西 什么烈丝 这个我只能够举出他这 他是好像临死 在死前的几年画的 他题目叫战争的 战争的悲惨 还是悲惨的战争 我不懂 你看他右边把那些人 画到冲出画面 冲出画面之外 这个我用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是一个窗的话 这个是一个落地窗 那我们就站在窗的前面 感觉到那些人要冲向我们的 所以他就产生一种张力 就逼着我们感觉到 哇 惊人 他的力量在这 也是那个画面延伸的结果 这个是刚才讲这个绘画的原理 这个不是只有西方才懂 我们中国人其实比他们早 懂得至少懂得早上三百年 这个是中国北宋时代马远的画 这幅画呢 你看他很多东西是 只有前面那个山是画完了 右边那些树他只画一点 左边那些也是画一些 他最出名的人家称他叫做马一角 马一角也就是说 他懂得那个画面延伸的原理 这个是比欧洲他们这些绘画 明白这个道理的 虽然没有写上来 但是我们从画面知道他懂得这一点 至少早上三百年 还有这幅画稍微注意一点 中国人的画常常 它的特点是没有什么光暗的 在北宋时代你看这幅画 应该可以感应到有点有光暗的那个企图 那么上面那个诗 是他之后 但是他之前是第一个人写上诗的是什么 是谁 是宋徽宗 宋徽宗他我相信 因为史上没有记载说 他会理解说会话 他有什么局限 我这里顺便多讲一点 就是说会话本身 画它有一个局限 会话它不能 它只能够记录 就是说那个牛是有两只脚的 马是没有的 它可以画得很清楚 你一看就知道是牛是马 但是它不能说明诉求 它不能说明对错 它不能 会话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才有文字 文字是从绘画那边发展来的 所以文字是有这个功能 那么宋徽宗呢 他当时是好像是不懂画什么 我忘记了 他有好像是画一些花鸟 上面提上诗词 那么当然没有记载 他会干嘛要提上诗词 但是很明显他理解说 他没有办法把那个画面 他所感应到那种情绪 或者是他的诉求 很明白地讲出来 所以他要借助文字 这个是中国人智慧 这个不要笑 这个他之后死了一百年 宋徽宗死了一百年 因为是王帝第一个人写的 之后这个马眼 是因为有王帝开先锋 他在做这个示范 那么在这个画上面提诗 我是说画上面提诗词 这个很重要 那么也就是补助了 那个会话语言 他本身的补助 但是有好总是有坏的 他这个做法呢 就使到中国的会话 就不必这么讲就说服力了 那么画一颗柱 写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又讲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这个产生后来的文人化了 这个是题外化了 就是说一样东西有好有坏了 这个同样的时代 这个叫什么下规 他也是懂得这些东西 北宋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会话 认真讲 在描绘功力各方面 包括刚才那个清明上河图 都超越了西方 西方还没有我们这么强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缺陷 就是我们只懂得 就是说懂得描绘 懂得要讲很多的话 因为这里头他还是要讲很多的话 一张画里面讲很多的山很多的什么 他不能从一点讲到扩散到其他的东西 那么所以中国的会话 他都是从高视角 就是说服视 为什么要服视呢 因为服视可以讲的比较多 那么如果你仰视呢 就被很多东西遮住了嘛 就不能讲 就是要表达东西就很少 这是 也许是为了 适用功能 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发展这个仰视这一块 现在就讲了 这个我要谈的就是说 框架绘画它三个要点很重要 第一个刚才讲 就是说他发展的那个延伸的原理 因为在框里面 还有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他的框 他的框本身 那个框 他也产生一种视觉上的这种效应 那么这个 这是 19世纪中 英国一个画家 他因为看到圣经里面 一句比较有 很有 很有什么 我不大懂 是神学还是什么 他的 这个 一句话 他有感而画的话 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 我敲门 你开门 我进来 我们在一起 你看那个画很短 可是这个画家就从那个里面 他是用一种神学的眼光去理解这幅画 他的意思就是说 神来找你 你就要接受了 就接受了 那么他这个画就画这个 我坦白讲 我不知道他是画耶稣还是画谁 我搞不懂 那么他在敲门 那么他很感性的画完这幅画 他在那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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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了一行字 他说 主啊 千万 我讲到我都太感动 他说千万别忘记了我 我不是基督徒 抱歉 但是我很感动 就是说一个画家 他能够感应到这一点 这个我特别例子 这个就是他用这样的框 我刚才讲框架辉花 框 它本身是一个作用 要很注意 我们如果是一个画家 要画的时候 要对那个框的形状要注意 他这个框是有一种上升 上升的感觉 有一种崇高上升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来表达这个主题 这个也同样是 这个是20世纪出一个 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画家 叫Singlesajan 他是好像是画 我不知道是西班牙女王呢 还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什么 我搞不清楚 因为我真的不太懂 我只会读画 我不会懂的 我不读他的故事 那么他也是采用这个长 很长的这个 就是高崇的这个框 那使到这个人物 有一种崇高感 这一幅稍微有一点不同 这幅也是19世纪中 一个英国很出名的画家画的 它是根据莎士比亚的 那个王子复仇记里面的一个故事 的那个剧本 就好像是讲了一个女贵族 迷恋那个王子 后来那个王子为了复仇 王子也死了 他在还没有 王子还没有死之前 他因为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 他自杀了 当然里面有很多很 很哀美的故事 他是可以说根据那个故事 来画一张画 表示这个女的她很痴心 那么就头盒死掉 那么他这个画框也是有一点特点 这画框就变成宽的 宽的 那么有一点向上 宽就有一点 有一点宽广的意思 有一点像横像张的意思 我的画也许表达不好 要原谅我 这幅是横的画 这个是俄国很出名的一个画家 叫列宾画的 那么他 这个是他毕业的时候的作品 也成为他可以说 名流青史的一幅画 叫富尔加千夫 那么这幅画 他是用一种象征的意义来讲 一个故事 他的意思说 这个我们都是被生活 恕不住的 那么都是无奈的 那么这里面每一个人 只有那个年轻人是 要表达他挣扎 其他的都接受了那个现实 那么这幅画呢 他用横的 用横的 就是说那个框 显得这个画面显得好像很框广 很有 就是说相当 相当普遍的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这幅也是一个宽 比较宽广的这个作品 这是法国的一个画家 名字我都不懂 那么这个也是 是一个比较长行的 那么 这个画可能大家都看过了 那么他 当然耶稣 他十字架 是表达的公正 什么崇高 这幅画 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我会把它 放在这里 这个是因为 也是这个画框的关系 我是讲这个画框 那么 这个画框是特制的 这个是 你要去怎么去做 这样的一个画框 有点困难的 那么中间那个 显然是崇高的 就是那个是圣母 左右两旁是人像 就是这个画家 是被委托来 画这个 就是左右这两 尤其是左边 那个财主爷 他委托来画这张像 就是说 他是坚持他的信仰 当然他不可能 跟那个 圣母玛利亚在一起的 不过画就是这样 画他是 他不是 他不是事实 他不是 他不是 可以说 他 他不是照片 那么他就是可以 他是画家心中里面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意识 或者一个故事 所以他 他很随意的 我常常强调说 做一个画家 必须要做到 自己的画 这个不是写实 或者不写实的问题 你必须要做到 跟那个 跟那个照片 有所区别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四方形的框 这个四方形的框 有点表达 一种 一种好像 可以说是公正 这两个被画的人 一个是学者 一个好像是音乐家 两个都是学者 好像是跟哲学有点关系 中间那个是一个窟窿 他故意把它画成变形 刚才那幅画 刚才说圣母的那个 同样是同样一个画家 他是一个很出名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是很出名的肖像画家 他明显是受到 那个委托人的委托 叫他画的 包括中间那个骷髅 那骷髅要从侧面看 才看得出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肯定是那个 那个被画的 那个学者叫他画的 不是画家自己特意安排的 画家还没有主观到这个程度 还没有了 因为讲几坛百话 包括我在内 很多都是看钱画画的 这个是一幅原形的画 原形的画就是美满 这个是拉菲尔的画 他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 还有另外一个是好像是 好像是耶翰还是什么 他们之间一家的关系 这个要注意 就是说 在十五 十六世纪的时候 绘画里面的颜色 其实已经发展到 非常完美的程度 很多人因为印象派画家 时常往自己脸上贴金 常常说色彩是印象派 后来才发展到完整 这是错误的 我们很多画可以证明 包括这些 好像这个画 当然它那个蓝色用的 并不是理想 因为当时也是 很多时候是 那个色彩也蛮贵的 也不是很容易随便乱用的 但是你看它严谨 就是说那个深度 那个是色彩表才能够表达出来 那个不是树苗的功夫 那个是色彩的功夫 这个也是讲到 这个色彩跟虫叠的一些关系 你看一棵树 给它搞到这样 那么你看起来是非常虫高的 这幅油画 现在我们刚才 对不起 刚才讲 因为有时候我会从三到四忘记讲了什么 这个是讲一个 就是说讲这个诗 除了那个框以外 就是框架会话 它除了框以外 这叫下来最重要的东西 就叫做视角 视角就是说 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一样东西 就是说你从 这个视角跟那个框 多少有相当大的关联 如果能够应用的好 可以说是 如虎添翼 那么他这幅画 他这个视角是 有一种仰视角 那仰视角 他画出来的东西 你就觉得 他没有太大的表白 你就觉得说 非常崇高 那这个刚刚相反 刚才那个是仰视角 这个就是俯视角 我刚刚讲 中国人的画 大部分是俯视角 他这幅画 就是 你看他因为从俯视 就从上看到下 他画家就可以 安插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就可以摆上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他要讲很多故事在里面 很多的话都要堆在里面 这幅画 除了这个 这幅画他很出名 有哪一位 可以告诉我 这个画的名字的吗 我要随便随便 随便 有谁可以告诉我 没有 没有关系 他这个是一个 法国浪漫派的画家 画的 那么 是 画家的名字叫 德拉娃 德拉娃 可是他的画的名字 抱歉 我读不懂 我往往只看画 不知道他那个名字 他偶尔有一些很出名的 我会念得出 大部分都念不出 他这个 的意思 大意是说 这个 一个回教世界的一个小国 他们之间战败了 那个国王 他觉得他的事业 他的一切都完了 在他死之前 他下令把他所有他的 他所爱的东西 全部毁灭 包括他身边的女人 包括他的战马 他的一切都要毁灭 那么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 我们会注意到 大家都惊慌失措 只有一个人躺在那边 莫名其妙了 这个是产生一种对比 等一下我们再讲说 这个是绘画里面的一种 一种手法 非常了不起 这个人 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说 他这幅画是比较平视 稍微也不是仰视 是一种平视 那么 讲的是一个盲女 这个是英国一个画家画的 叫米勒还是什么 我念不出他的名字 那么 大概是说 那个盲女在 那个 一场大雨过后 那么 这个 天空周围有一些那些鸟啊 甚至远远有一些雷声啊 什么等等 那么 远远看到有 有两道彩虹 可是这个盲女看不见 她身边的这个 一个 她的 女伴告诉她 那个景多美多美的 她只能听到 她旁边的 那个鸟叫啊 雷声啊 什么这些等等 这幅画是相当感人的 这个是 就是说 我刚才举这些话 这个话是讲到视角 视角就是说 你从怎么样的角度看东西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刚才那个很平视 就是说 看起来很平常 但是 有一点很 就是说 它产生的结果不同 今天 这个讲的是 很低的视角 那么很 方无 产生很方无 那么 远远那边 远远那边 其实是一对 一对这个 骆驼还是什么 那么前面呢 这边是 一个 可能是骆驼的尸体 那么 看起来很 很方无 那么 但是这幅画 因为它的那个视角 很 很低 那么 看起来很 很远 但是又好像距离我们 拼不太远 因为它前面有 那个 那个死的 骆驼的尸体 这个是视角的应用 要 这个要 就是说要 稍微 补充一点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 这个画面 就跟刚才一样 视角很低 可是那个人物很小 你就感觉到说 这个人距离我们很远 那么很远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它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 那个窗 开在眼前 但是东西距离你很远 你可看 可不看 就是说 跟你 就是变成没有什么 必切感 这个 现在我一直强调这个视角 就是说你要 一幅画要懂 就是一幅画 这个框架 你要懂得 怎么应用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 有一点奇特 就是 这个是一个英国 十九世纪中的十几世纪末的一个画家 他这个视角就是 从这个室内 往外看 他这个大意是说 这个人是一个考古学家 这个画家 那么他画的是古罗马时代 他那种环滑的 环滑的状况 就是 这个孩子要上学了 妈妈 吻别他的孩子 旁边 门外有一辆马车在等他 那后面你可以看到 那个 就是马车走向 还有那个什么 斗兽场之类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去看 你就觉得说 你一直会往前看 因为就说 觉得说 哇 外面的世界如何如何这样 充满着一种希望 这幅是一个很感人的画 那这个 我们先讲他的视角 他的视角就是说 从外面看到里面 刚才我们是从里面看外面 这个是从外面看进里面 也就是说 把一个真相揭露出来的意思 这个是视角的功能 那么 这个 这幅画是 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画家 名字 你抱歉 我没有办法念 那么 他画的是一个牧羊犬 那么你看 他浮在一个棺木上面 大家可以 虽然不必打开那个棺盖 也可以了解 他在干嘛 是很感人 这幅画 我坦白讲 我要写一本书就是说 感动我的 二十幅画 它是其中的一幅 贝鲁玄 这一幅也是有点 类似 但是他当然没有那个这样伤感 这个就是说 你从门外 也可以说门外 或者说 看进室内 这样你从 从外面看到里面 也就是说有一种借势 就是说 有把闭面打开的意思 这个就是视角 视角它的 它的功能 它的力量 做一个画家 大家不可以说 看什么画什么的 一定要理解这些东西 才你的话 你的才表达出来 即使人家讲不清楚 他会理解的 你看我们就很想去看 那个室内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那个女主人在哪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可以去想象 这个同一个画家 这个人太了不起 我太欣赏他了 因为他 他往往他的画 是充满着一种 一种 怎么讲 对人性的一种 一种解释 他这幅画也是一样 就是 从外面看里面的 里面有一个女人在灯光下面 你看他在抄什么 他的题目是叫做 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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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要找什么 我们不懂 你们自己可以去想 从这个画面里面 那个气氛 他不必讲了太多的 你就可以理解 他要说什么 一大堆文件 这个也是很奇特的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 我常常讲 我曾经批评大陆的很多画家 因为大陆 我这里讲 我没有得罪的意思 我也不是说要迈弄我自己 是我在迈弄自己 抱歉 我常常讲 因为大陆有一个画家 他也曾经替我开幕 叫做金上瑜的 他讲中国人不适合画西洋画 他说中国人的技术很烂 画不好 而我就不同意他的看法 然后来因为我们之间谈话 不是说很深入 只是有三几个人在场 我不便多讲 后来我在博客里面批评他 因为其实中国人不是在技术上 要做到这样 很多人都做得到 包括我 你只要付钱 我做得到 我敢讲 你付钱我就做得到 问题在哪里 就是不懂得应用视角 我们中国画就是这样 前面白什么就画什么 画得完完整整 不懂得应用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的应用很奇特 你看 它是 也可以说从外面看进里面 里面又看到外面了 你看这个人多么了不起 他这幅画画的就是那个埃及艾后 什么名字我不懂 那个他最后一个王后 那个外面那个就是安东尼 那个罗马的一个将军 那么他打到埃及了 那么这个女人是要诱惑他 诱惑他故意坐在船上 他的战舰还没有开到 他故意跑到那边 他就故意跑去看到 是这样 那么 怎么讲 就是这里面因为 可能我拍不好还是灯光 他前面还有很多很华丽的东西 他女铺一大堆 但是因为黑黑看不清楚 现在就要讲到 就是说 一幅画怎么会要抓到人家的眼睛呢 一幅画 我们常常去看一些展览 有些画我们这样走过 就不想看了 它有很多原因的 就是多数的画家不懂的应用 我们叫做视角 刚才讲的是视角 就是看东西的角度 这个叫视角 视角就是说你 眼睛一掃 这个不是聚焦 我要再三讲清楚 这个叫视角 视角就是说你看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去森林里面 你要去打猎 都是一片绿的 你这样这样掃过去 要找这个动物 你突然发现 哪一点有点动点 会引起你注意 那个东西叫视角 你只注意到一个大开 并没有看到 它的具体的内容 那个叫视角 那么等到你是一个猎人 你看到这个之后 然后你仔细再看清楚 然后把枪举起来 那个叫聚焦 那个叫聚焦 现在我讲的是视角 视角里面就是 好像那个我们 那个军队里面 常穿那个什么迷彩服 迷彩服是干嘛 就是要把这个视角抹掉 不要给敌人发现 那么画画刚刚相反 就是要引起人家注意 就是要制造视角 给你知道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这样 这幅画我们中国人 我们常常中国有一句话 叫万力从中一点红 这个就叫视角 还有一句话 叫做合力激情 我的国语讲得不太好 合力激情 然后我找了很多资料 刚好找到这幅 叫做万力从中一点红 你看是不是 你一眼就看到那个小女孩 是不是 这个也是属于万力从中一点红的啦 但是刚才讲 刚才讲那个万力从中一点红 但是在画里面 这样的话是不好的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它是孤立的 它太孤立了 它太孤立了 显得我们就等于眼睛 看一眼就看完了 看一眼看完的东西 不耐看啊 就没意思 那么这个就不同 这个它也是万力从中 不过是几点红啦 但是你就感觉上 很多东西可以看的 是不是 这个 现在 刚才我讲那个万力从中一点红 一直到现在 讲的就是 会话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讲 世交 因为大部分的人 即使是在 什么构图学 什么学 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那些 是没有人讲 我有点自傲啦 有点自傲 这个就算是我原创的吧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说一幅画 你怎么会抓到人家的眼睛 这个 这个现在谈的是世交 太中 这个里面是太中 很多画画人只不画 没有把这个东西设计在里面 这个是 这个是 不只是绘画 包括任何的设计学 就是说你要设计一个图案 要让人家注意到你 必须要知道的 所有的设计原理都要懂得 世交 它的世交的原理是 讲起来是很简单 刚才讲万力从中一点红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荷力激情 它都是一种冲突 就是说一个环境里面 有一些小东西 在冲突的 就是说有一种冲突的关系 那么这个冲突使到你 因为就是跟周边的 有点不同 就使到你关注 这个叫世交 这个世交呢 就是周边都黑了 就是那个女人的 穿白的衣服 这个是很多人 很多画家 他是实际上 他内心里面是懂的 但是他没有表达 他很多画家 他是懂得画 就像我们所说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么这幅画 一个是鲁宾斯的徒弟 这个很出名的肖像画家 他后来影响 影响英国的所有的肖像画 这个叫安东尼 不懂什么 抱歉 我念不出 这个是林波兰的话 他也是应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周边按 然后突出一点白 那么这里面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你要突出白 你不可以全部都一样 要有大小 主次之分 因为你看他这个设计的 他主要是在脸上 那个手也亮 但是没有亮过那个头 你第一眼就看到那个头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刚才那个眼里 也是一样的 就是光跟暗的冲突 是造成你会很注意 他这种画 就是说有四焦的话 你看过之后 你永远不会 在你的记忆里面抹掉的 他很特别 很多画我们看过了就忘了 他这些画你看过之后 你不会忘记的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说以暗来突出亮 这个是欧洲 17世纪 荷兰那时候 油画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可以说油画的 这个绘画的技巧 到了那个时代是最高峰的 其他的时候 就是只不过是重复他的东西而已 把他东西做大做小而已 还可以顺便讲一下 你看他那个碗 那个是我们中国的碗 是八仙什么之类的 因为在那个世代 就是中国瓷器在欧洲 是非常名贵的 不会输给黄金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以白来突出 那么这里面 这个是比较技术的问题 抱歉 我在这里迈弄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说你 他那个手 那个伸出来的手 跟抓那个酒瓶 那个 酒翁 最前面那个 因为那个面积最大 最大 所以我们第一眼是看到他 然后继续来是看到 那个小孩子 他的脸部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画面的设计 我们常常 大部分的画家 画画片没有设计观念 只会看什么 画什么 这样 这样是等于 我常常嘲笑 这是等于 是个人肉相机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要有这个设计观念 才有资格上称的 画家 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是按 来突出量 这个也是英国的 画家的画 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是 美国一个很出名的 肖像画家 叫什么 Single Sergeant 因为我相当喜欢他的画 所以我念得出他的名字 有些画家 我很抱歉念不出 我现在一直下来讲的都是 室交 只是立举 因为室交它比较 复杂 并不是只是 只是 暗来突出量 有时候是用量 来突出暗 就是说 你总结起来 它是一种冲突 但是这个冲突 又要产生一种和谐 是有一点困难的 虽然 这样讲好像 很容易 但是应用起来 也是有一点困难 那么这张画很明显 就是周边都亮 来突出那个暗 有没有 他这个 刚才就是说 刚才那个 那个我说 他是 就是画 那个从门外面 送孩子去上学 同样一个画家 他画的大概是说 那个 罗马帝国的战舰 凯贤归来 那么他的那些 那些其中一些 欢迎的一些 一些 一些人啊 可能是他的太太 站在城后上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赞扬他们的 这个也是基本上 是用量来突出暗 这个是 印象派后来的画家画的 名字我不懂 这个也一样 这个是 这个很出名的 这个是 什么 我们中文翻译成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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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透纳 什么 我忘记了 这个人对后来的 现代画家影响太大 因为他这个人的画法 他是 不成规矩的 就是说他的画 是千变万画 他 他自己并没有一个 一个方程式 并没有 他 喜欢这样画 就这样画 但是他 他就是懂得 这个刚才讲 懂得那个公式 他运用这个公式 得心应手 但是他的画法 技法方面 他是没有规矩的 他是 有时候从量画到暗 从暗画到量 或者是又得下又 好像画水彩这样 他没有 他没有一个规矩 他影响很多那些抽象画家 画的画家 从他那边拿到灵感 这一个也是 基本上是从量 突出暗 这个是刚才那说 那个人画 孩子 送孩子 出外 读书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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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画的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考古学家 对古罗马 很多 很多东西 很有研究 甚至后来拍电影 拍什么宾夕传 什么东西 都要根据他的一些画稿 来 copy 这个人才气很高的 他是荷兰人 后来 成为英国 很出名 就是说 英国王家 艺术学院的院长 名字念不起 抱歉 你看 他搞得很浪漫 那些 前面 就是 上面那个棚 掉下来 上面的花 也跟着掉下来 把 下面很多女人 那个花 淹住了 这样 你看 这个画家的想象力 很可怕 这个是印象派的 一个画家 基本上 他这个也是 亮 凸显案 这里面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 左边的那块招牌 然后才看到 那个 波角的 那个什么 然后再看到 那辆马车 等等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就是要去 一幅画 要懂的设计 不然你这样一眼看上去 就好像不知道看哪里 没有一个切入点 那幅画就失败了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 这个 但是我在这里特别 在立即它是因为它 它这个幅画 它的设计也是很独特 它就是周边的很亮 然后突出那个暗 然后最后 把那个丝聚焦 集中在那个少年那边 那个红色那边 可以说 也就是说 这里面就已经说出 那个画家的 他的心声 就是说 他对 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他被压迫 那个少年就是这样 这个是另外一种的 市交的表达方法 通常风景画都应用到 就是一边光 一边亮 你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个树枝 跟那个亮的 就是交界的地方 或者那个地平 那个风景线 那个交界的地方 就是黑跟白交界的地方 这个是市交 市交有一个 可以说有一个规律 这个是我个人 个人总觉得 对不对 我不大懂 不过我不妨就这样讲 它市交基本上是 以多来突出少 是一种 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一种冲突 一种 一种小规模的冲突 刚才说 那个万绿 从中 一点红 你看啊 就是那个红很少 万绿 很多 就是说 多来突出少 还有在讲 我那个举不出来的 就是 核立基群 核立基群 中文的成语 就是很突出了 就是 那个核 站在一群基里面 也许大家都白了 可是大家都会注意到 那个核 是吗 它就是一种冲突 一种 一种 一种对立 一种对立的关系 这个也是立即这样 那么你 我们看到 除了那个天边 那个云跟光 就是看到那个树 因为它那个形体 太特别了嘛 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你看过了之后 这样的东西 你才会 你如果没有第一眼看到这个 你不会吸引你 进一步去看 它画里面画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很出名 浪漫派的画家画的 名字 道歉我念不起 这个人画这张画 单单起那个稿 大概十张以上 最后他画出这张画 各位可以 刚才我讲了这么多 什么冲突啊 什么 有哪一位人 哪一位先生小姐 可以告诉我 这幅画 它的冲突点在哪里呢 大家踊跃一点 不要 因为我脑筋不太好 你要我冲突 可以讲一下吗 大家看到第一眼 注意到哪里 哪一个 下面的那个 那个是你后来才注意到的 实际上第一眼看到 就是他那个 亮了有一只手 在那一块 那一块 因为他最亮 他最亮 最黑 最黑跟最亮都在那里 他就产生一个冲突 你要我证明这个 只是你把眼睛转过去 你第一眼这样 照过来 这样看 你就看到那个 那个东西 那个才是失焦 然后 你看到那个 你就会慢慢的 一直看看 哇一大堆人在那里 他这个是非常高明的设计 而且他这样的设计 也很清楚 就是那个 就是可以说包含着一种 叫做什么 一种 一种象征 那么亮的那边 当然是光明的 那个人手遮住那边 都是黑暗的 是不是 光明来了 也没有救星的 这个也是 我刚才律集的 这个 这个大部分的风景画 画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要 要产生点冲突 他这个冲突 当然是 那个光跟暗的部分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 没有这些 下面的都不重要 你画得再好都没用 这个也是刚才 那个 藤呢 就是泰勒 他的油画 他也是 他很懂得用这个东西 那个远远的太阳 跟那个礁石 他那个礁石画得比 其他的地方 任何地方都黑 也就是要产生一种 一种对立 跟那个冲突 你看了那个 你才会注意到 那艘船 而不是先看到船 才看到那个阳光 不是的 这个也是他的画 这个更明显的 那些亮的地方 就是他 要故意 要抓你的眼睛的 这幅画呢 他就有一点 他这种是比较 设计位浓 不要紧 他还装饰位很浓 可是他这里面 还是有那个四胶的 只不过他这个四胶 看起来好像不太明显 大家可以跟我讲 四胶在哪里吗 哪一个 你讲 哪里 对的 就是那个小孩那边 因为你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看那些 上面那几个仙女 天使 都是一样 你一眼就看完了 再看就注意到 那个小孩 就注意到 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 是四胶 其实也是聚焦 有些时候是四胶跟聚焦 其实有时候都很难分得开的 这幅 他的 他的名字我忘记是什么了 这个画家是很有哲理思想的 但是我 他这个复发的命题我都忘了 这幅是很出名的 现在跟我讲 他的私交在哪里 哪一位可以讲 你有意见吗 对的 为什么会中间那个女孩子呢 因为你看 那几个本来看起来应该是 那个 应该是白突出黑的 可是 那几个黑都是千篇立立的 所以你眼睛一看 就看完了 你就看到中间那个女的那个头发 很特别 对吗 你仔细这样一看 大概就看到她了 所以他那个是四胶 而且也是聚焦 这个人很了不起的 他这个 这幅画的命题叫 真理 用真理这句话 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 英语叫true 就是也许是事实还是什么 事实或者是真相 还是怎么样 你看这个 他用这个命题 那些人 那些假猩猩的 在真理面前都躲开了 这幅是比较近代的啦 那么近代 虽然他们 当然 这个人就叫做什么 母啊 克林母 他是画装饰画很出名的 那么他的画呢 有一些画的 我 因为我这个人也是 可以说目中无人 他有些不是所有的画都好的 他有些画很好 有些画拼不好 那这幅画是画的好的 那么他也有这些市交这些问题 你看到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女人的色 就是说他上半身啦 因为跟其他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一种设计啦 因为到了这个世代 他们更讲究这个设计 这里面 因为我知道你们这里头有些人是 关于什么产品设计 什么东西等等 等一下我会多讲一点这个 这个也是他的啦 这个也是就是你可以看到 注意到的就是他头跟身体 因为其他的都大同小异 你不会去注意他的画 画成怎么样 不会的 这个是高跟的一幅画 这个人是 我非常敬佩他 他的这个人 他这个也算是 完全自学的 那么他画 他的画呢是织成一格 他的画设计位也很浓的 他这 当然我们这幅画 我们第一眼看到 当然是那个 他 他有点夸张了啦 他是 我们那里有一种 一种爬虫 他会 他会飞的 好像蜥蜴这样 他把他的翅膀画成红色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他有一幅画很出名叫做什么 我们 我们是谁 还有 是我们从哪里来 然后我们往哪里去 一个画家能够有这样的思考 是不容易的 这个也是这样 这里头我们注意到的 我们这里叫做 就是说冲突很多种 有一些是光暗的冲突 有一些是色彩上的冲突 他这个应用的是色彩上的冲突 就是我们第一眼 第一眼是看到那个穿红衣的那个女人 就是她的红衣 那红衣在这里 是整个画面里面是数以少 所以 就是 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她的 我们也是看到 不会看到说那些白的 或者黄的 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红的 这个就是 它是一种冲突 一种色彩 所以并不一定是光跟暗 它可以是 就是说它的色彩 这个也是高跟的作品 那么它这个是形的冲突 就是说它周边都是很大块的 只有这个树 看起来很繁复的 但是要注意要画这样的东西 也是要处理要统一 要不然就是做到不好 但是他这幅画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特别立即他出来 就是形 就是它那个树的形状 跟周边的 的 那个形不一样 这个是加拿大的 一些现代装饰画家 这个也是形的冲突 我刚才讲 它这种四胶的设计 就是以多 突出少 这里面少就是那三棵树 它的形状 周边都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也是 它这个突出就是那些线条 所以这种冲突是各式各样的 我也没有 大家要自己去观察 才能够理解 现在我讲的是另外一个课题 是讲 就是说 谈到这个四胶 四胶是 任何一种设计 我敢这么讲 虽然我没有学过设计 很抱歉 任何一个设计 它的原理 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强调 四胶 就是要强调 以多来突出少 各位 可以跟我讲 这里面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吗 你可以跟我讲吗 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对 那三个人 那三个人是在里面是少的 而且他的形状也是很特殊的 对吗 所以设计里面是一定要讲究这个 不然的话你设计了 你再怎么规矩 你再怎么样 做得怎么完整 都没有用 人家没注意到 这个可能我弄倒反了 那么这个形 大家会注意到哪一点呢 是的 嘴巴 很明显的 太明显了 这个呢 注意到哪里 你可以跟我讲吗 你 正确 是那个碗底 所以是多突出少 我们不可能去注意他的碗身的 当然也有可能 有些人会注意他的碗 那个 上面 可是上面他是 要讲一下还是数以大 他在整个形里面 他那个碗底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呢 谁可以跟我讲 注意到哪里 来 金梅你讲 你注意哪里 那个红色的 是没有错 你也对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我应该这么讲 它是不好的设计 它不好在哪里 就是你 你这样你看了 你没有印象的 它原因 全部都是平衡的 即使是那三个点 也是平衡的 所以它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真正的冲突点 这样的设计是失败的 你不会记得 我现在关了 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 你看你刚才记得 你刚才 刚才的那个行吗 你除了那个言以外 你注意不得 想不起 这个呢 这个你就会想得起 对不对 你就会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这个 我们不会去看它周边的 那个是考古学家的责任 我们是 我们纯粹从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东西 对 那个头 没有错 这个呢 对 也是那个头 所以 设计都是这样的 都是 那些大的东西 我们没有看 为什么我们会没有看大的东西 而看小的呢 这里面我还要注意 稍微注明一下 所谓大跟小的关系 就是说 从肿的面积来讲 因为如果 因为这里头 你看那个 他的四肢 他的四肢 也是有一点 突出嘛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注意他呢 因为他 都是在里面 因为你一眼看 你就知道是什么 而且 可以说 就是说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平衡的 平衡的东西 你看一眼就 就不会再看的 他那个 就是平衡 就是没有冲突 平衡就是没有冲突 所以一个画面 如果我们画得太过平衡 是不好的 我这样讲很武断 不过 不妨当作是我 我个人的看法 这里面也是 特别立即 这个设计 这个是全部都平衡的 是吗 但是中间那块颜色 我们注意到 这个是 可以说设计的精髓 设计是什么 图案是什么 图案是一种次序 这个是反映我们这种社会的 一种组织 所需要的 它 这里面 但是你全部完全 是堆积到 太过完整 就是说 四方 四周围都是 平平板板的 白白的 你就觉得没有气味 它一定要有一些突出的地方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符合大家的要求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有什么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们先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肖学平老师 谢谢肖老师 他从一个绘画的技巧里头 去剖析这个视角的运用跟视角的处理 那我们 他也打破了这个艺术史的脉络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不同的时代 跟不同的 这个 绘画的潮流里头的 艺术家的表现 那我不知道说这样子 老师的分享 对大家未来 不管是在创作也好 或者在欣赏画作 会不会有帮助 我相信应该会有帮助 那听了老师的 演讲之后 不知道现场我们的 朋友 因为有很多同学 今天现场也有很多的 艺术创作者 就是包括 有很多的画家 也在现场 那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心得 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小老师 有没有 我们同学优先 请教是不敢的 我 因为我的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是很坏的孩子 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讲还没有一半 我就要站起来问的 结果 我的老师大部分都很讨厌我 因为我好像不守规矩的 可是我在 我的数学在全校是第一名的 信不信有你 这个我 有一回 我这个故事跟很多人讲过了 昨天我才跟一些朋友讲 有一次 有一个老师 他也是上数学课 讲完了之后 他在讲的过程 我就已经站起来问了 那么 这个没有 因为我有很多问题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好像那个小学的时候 好像那个叫做什么 G2问题 数学里面不是有G2问题吗 我就已经知道那个答案 所以我没有问 我的老师也很奇特 那么他讲了 在黑板上讲了很多 问同学谁有问题 也没有人问 他就随便做一个 你懂 来来 你来演算一下 结果他不懂 又那个你没有问 来来 也没有人懂 最后他说 我知道有一个人懂 他就叫我上去演算 我就演算出来了 他说你今天没有问 我知道你懂 他说你一向来都是要问的 他就跟那个同学们讲 他是用广东话讲 但是我今天用华语来讲 他说学问学问 你不问就是不懂 就学问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我这里讲这个的意思 不是说表示我很有学问 不是 因为有时候一些问题 往往会激发你去思考 有时候问题本身 甚至比答案还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 大家能够发问 听说你有问题 我只是刚想到 萧老师说构图上面 就是不要太四平八文 那我也观察到 就是你的画 尤其是这个风景画的话 本身就是还蛮有张力 那我想在肖像画的时候 通常我们肖像画好像就是 就会摆中间 那是怎么样去构图 让他也会造成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张力呢 你这个问题等于打我的嘴巴 的确我是主张 绘画构图里面 不要四平八文 但是我的肖像画 基本上都是四平八文 基本上 因为肖像画跟一般的这个 绘画是有一点不同的 因为肖像画是应 那个客人的要求 因为他付钱了 那么我必须要听他的话 所以我要做到他满意 他中国人都是喜欢四平八文的 包括洋人 其实洋人更喜欢四平八文 因为他是一神教的关系 一神教就是说 有一个上一确 都有一个上 上帝来主宰的 是有结对的标准的 所以他们要求的是 结对的平衡 那么 这个肖像画基本上 我确实在构图上 处理是四平八文的 但是肖像画 你也不可以说 画到像 好像画 我们常常讲 画到像画那个 副照 副照的照片这样 那就糟糕了 因为那个 你一定要 肖像画的 这个是题外话的 抱歉 因为他问我就 只好大 我顺便卖弄一下我自己 因为肖像画 他要求的是 一个动感 就是你要 画出那个人 就是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板板在那边的 只有在这方面 他给我们画家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那么 以这张画来讲 我是把他 就是这个 洪老师 他的 他对着我们 然后头这样 歪过去了 这样头歪过去 也就是他活着 对吗 他在动 这就是动感 那么肖像画 他很多局限 第一 第一 要画得像他 第二 不可以把他 画丑了 对不对 要画得 好看一点 就是 还有 最重要一点 要画的 火 这个是肖像画 他的 三个要求 最后我不懂回答了 你没有 还有哪一位 夏之好 我有一次在看画展的时候 看到旁边有一个人 对着画说 这一幅画很漂亮 那我觉得说 怎么会讲漂亮 应该说讲美 或者是很有内涵 或者是很有意境之类的 那我想问一下 漂亮跟美 到底是 美丽跟漂亮是差在哪里 这样子 谢谢 这个是考我这个词 这个词汇的能力 这个我中文不好 你要原谅我 不过我的理解 我讲我的理解 漂亮应该是 比美 就是说 应该是 也可以说是第一眼 第一眼的印象 那么漂亮 如果在一般人的说法 应该是比美更高一层 因为美是比较广泛的说法 漂亮是 觉得说 它比美更高一点 就是说 非常突出的意思 但是以我的看法 漂亮不是 以 以绘画的观点来讲 漂亮并不是画家要追求 因为漂亮是不耐看的 应该美才是耐看的 这个是我 你这个问题我是想过的 但是我这样回答你 我是很主观的啦 不懂你同意吗 这样 你会同意吗 会 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 哪一位同学或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 我们现场也有一位艺术家 是留学西班牙回来的 我们知名的艺术家 朱莉莉老师 来 朱老师 朱老师也是 也是这个艺术史的专家 大家好 朱老师 同主任 各位在座的同学好 其实我今天是来学习的 我在朱老师面前 我只有自行见左 在这里呢 我学到很多 是真的学到很多 因为很少一个艺术家 他是把 一张画 然后从一个框架里头去看 也就是说 他把四焦点 把它集中在 一个视窗里头 从视窗里头去看 整个的艺术世界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 那朱老师呢 刚刚精彩的演讲 我想各位都有听共赏 就是说都会很欣赏 有听到的 就应该是 有吸收到很多东西 那在很短的两个小时呢 给我们上了一堂 很深的课 那这个很深的课呢 他从旁背废墟 一直讲到 欧普艺术的 巴萨列里的作品 最后的那个 欧普艺术的东西 这很不容易 两个小时 然后浓缩 把一个精彩的美术室 然后呢 从中间又把它交点化 也就是说 集中在几个重点 所以呢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萧老师 谢谢 你很客气 这个老师 太过抬举我 太过抬举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老师了 因为刚刚老师讲的 都是比较 就是写诗作品 那如果说是抽象画 或者我们现在 讲的很多的 包团艺术 或装置艺术 他是不是就 就没有这个框架 绘画的元素 他是应该要有 还是没有 对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 但是有时候 我必须要有人来问我 把我里面的东西勾出来 我才有办法讲的 不然的话我也没有 无能为力 实际上任何一张画 都要讲究这个 世交 尤其抽象画 抽象画没有 世交 就是失败的作品 我这里很坦白地 跟大家讲 我指导过两个人 没有学过画的 去考艺术硕士 他因为拥有伦敦的 这个摄影 摄影那个 不懂是什么学位 他就考我们新加坡的 这个叫做南洋艺专 这个艺术硕士 他要我跟他指导 他起初以为要画写实 我说你写实来不及了 不必画写实 你就随意地画 后来他就 其中有一个是 他不知道要怎么画 我说你随便画 随便画 不要画得像 画得像你画不了 我说你就画不像吧 其中一个 他就画给我看 他是用那个胶材画的 我说你画了 我说你觉得满意吗 他说他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那我就告诉他 你这边剪掉 剪了 然后那边剪了 然后剩下那个的 你还记得你怎么画的吗 他说他记得 因为是他乱涂的 所以他还记得 我说你就回去 照样乱涂就涂这一部分 把它放大 他果然乱涂 又再交给我 我稍微告诉他 你再乱涂一点 这样 那么他 这个人 就是同样 一个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比较年轻 这个是一个女的 还有一个男的 他是 这个女的 我就不知道他拿到什么 好像是理论方面的 我不大清楚 那另外一个是 是摄影的 摄影的 好像是拿到博士来什么 我 这些跟我无关 所以我不要多问 那么他是用中国画来画 他也要画写词 我说不可以 你学十年也做不到的 后来我就叫他说 你随意的画 他就自己随意的画 然后这样 他们这两个人 就是差不多每个星期 或者是说 一个月来我家里一次 把所有的画 画出来摊开来 我告诉他 这个可以 那个可以 可以在哪里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 那个有四胶 不行的 就是没有四胶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然后其他的是 色彩的统一等等 那么 他们两个都拿到 艺术硕士 我这个不是讲骗话的 他们其中一个 还开了画展 还卖了不少画 还每个中秋节 什么常常送礼给我 这个没有什么 因为我没有意识 要侮辱什么抽象画这些 不是 因为今天这种绘画 它到了 就是刚才我讲 说电影 其实不止电影 人生一切 都是已经被设定了 包括这个学校里面的学问 什么都是被设定了 那么 今天这个世代 是一个 所谓鼓吹 自由创作 鼓吹个人的 那个 自由 跟个人的 那个 潜意 这个世代 所以大家都想冲破 那个牢笼 但是 有一些东西是冲不破的 他也不是说冲不破 他的眼镜是要很远慢 很软慢的 包括刚才讲的 绘画 他就是从以前 从一 讲到死 这个过程 他 一直到今天变成 一画一张画 来表达一个意思 他是一个突破 但是这个突破 他这段历史 是算是比较快了 至少有 千多两千年 不是两 是两千 两千多年 不是 千多年 对不起 因为 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 就开始是 我们这个阶段 而我们到了现在的 抽象绘画 什么绘画 是因为 有这个 摄影机的 发明的关系 使到 就是说一些 比较传统的 抽象画家 不是 写实画家 感觉到受到威胁 那么他们就要 表达出 他们的是画 不是摄影 因为 很多人误会说 画的像 就像摄影 其实那个是非常外行的人的看法 因为刚才我立即的那些画 你摄影做不出的 摄影做不到的 这个 就是说 抽象画这些东西 它的 因为讲起来也很长 我现在只能这样讲 这个是一个实验 但是我们人类历史 我们现在讲 人类的历史 曾经有一个时代 是画抽象画的 大家也许不相信我的画 你看 你看非洲的艺术 看那个八八星金内亚 那些是十七时代的绘画 十七时代的雕塑 他们每一个都是画家 他们所有身上 要他们表现在身上 画在身上 那个臀 那个毛 是自己刻的 随自己的意识来表达的 他们干什么 他们是要 表达一种个人的 一种脏 一种脏 一种脏狂 一种夸张 目的是要战斗 是要吓倒敌人 我们人类的历史 相当漫长 这个至少一万年 Pikassos就是从那里 拿到idea的 但是Pikassos 他不会跟你讲 他干嘛 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会跟你讲 Pikassos是个共产党 那个是一个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他就是从那里 拿到这个idea 然后就是他的想法 他原始的想法 就是要颠覆 这种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 就是刚才讲的那些绘画 他是要颠覆它 所以就产生 但是今天 为什么这样的绘画 又在资本主义社会 这么风行呢 那个是another story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是牵涉到资本家 他们的利益 因为资本家是很聪明的 资本家是讲赚钱的 他不在乎你讲什么文化的 他 一张 你看不懂的话 对资本家来讲是最好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画家说 我画是我心里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 心里里面的你看得懂吗 我看不懂 我相信画家里面 画家本身也看不懂的 但是在资本家的眼中 我这里好像是在 在替共产党宣传了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是讲真话 因为现在断断续续 揭露出来的那些解密文件 是证明 这是美国人有预告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就是使到一个次序完全打乱了 就是到如果大家都风行那种 没有 就是说没有 就是说 没有标准的话 标准就被打乱了 标准被打乱 标准是谁来讲话呢 就是有钱人说 他说这个好就是好 你不同意吗 我买 这样 他就可以造成 就是一幅画就变成是一个 不必承报资产的股票 由老板说了算 由画家说了算 那你说 在炒这个画的时候 你说好用吗 是不是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 这个是已经太多人讲 我这里只不过是 我认为他们讲的有点道理 所以变成转述而已 我不知道 我这个是很题外话了 已经距离得太远了 OK 对不起 我们再度用掌声来谢谢 萧雪敏老师 虽然 从 这个 石器时代 就是旧石器时代 这个 远古时代 一直到现在 我们21世纪 我想虽然经过了非常多的 很漫长的时间 也有非常多的 这个 艺术的 这个流派跟运动 我想在不同的时代 因为大环境的 酝酿之下 它会产生 一个新的思潮 跟一些新的艺术表现的形式 那不管它表现的形式 或者它的技法是如何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内心的思考 就是它画作要呈现的是什么 即使是写诗主义 可能也不见得是自然的再现 它里头会有艺术家的 个人的生命的历练 或者它对社会的批判 甚至对于时代的一些关怀 或者它对某一个议题 特别的关注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阅读 那个画的背后的功课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萧清明老师 透过他的带领 那我们从一个 专业的艺术家的眼中 我们知道了 这些艺术创作的一些密码 他们的绘画的技巧 然后大家也学习到 如何怎么去观赏 跟去了解一幅创作背后的 这些秘诀 那我们希望未来就是 同学们可以更 可以去除内心的恐惧感 去亲近艺术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多看 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听再多的理论 然后你看再多的影片 看再多的画册都没有用 其实真的要看到真正的作品 那如果有机会 你看到艺术家实际的创作 我想当然是 是这个可遇不可求 是最好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透过萧雪明老师 他的带领 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境界 那希望有机会 同学们也有机会 可以看到老师更多 更精彩的作品 那我们再用一个热烈掌声 谢谢萧雪明老师 那也谢谢大家 今天的这个参与